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枪弄棒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其中最让他着迷的就是武术当中的散打 男儿当自强 好男儿就要去当丁 从那时起 易清平就把自己对人生的憧憬定格在军营 19岁那年 他终于如愿一场 在新兵连我就每天提前一个小时被人家起床 锻炼自己在地方上学的武术套路 然后新兵连结束以后呢 当时就调到了我们云南整队第一批特警队 在特警队那个时候非常苦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 易清平表现突出 最终被挑选进特警队 这是一支优中选优的队伍 每一名队员都记忆高超 身受不凡 来讲究实际上话 就像我们这种攀登啊 有时我的准备受伤了 基本上靠一只手攀到楼顶 还有我们的800米障碍等等 一些空母都是高强度的训练 所以我讲在特警队这个期间呢 对我人生当中 不管是身体素质 军事技能素质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包括人的意志力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训练和残酷淘汰 入伍不到一年的易清平 作为唯一一名新兵 代表支队参加了武警云南总队 第一批特警比武 第三名的成绩在众多老兵面前 已经算是无免之亡了 由于他的动作猛准狠 出手快如猛虎下山 所以大家称他为猛虎易清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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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的背后是流不进的汗水 在一清平的训练日记中 体能训练是基础 十几年如一日的大强度训练 才锻造了他体般的身躯 如今虽已年近五十 但在散打对垒中 年轻人都很难将他击倒 1992年 一清平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武警昆明指挥学院 经过两年的学习 他完成了从普通战士到基层指挥员的转变 并被分配到武警云南总队第一支队担任排长 在云南总队期间 特警专业训练中的钦拿格斗 是一清平的强项 也正因如此 1995年 他被调入武警昆明指挥学院 担任秦敌教员 三年后 一清平再一次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他来到武警指挥学院就读本科专营 这是武警部队第一批专生本的脱产深造 98年 我们武警部队第一批专生本 我作为第一批考生呢 就进到武警学院这个深造 这个转变来讲 对我也是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2009年开始 他担任武警云南总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 在任的四年间 他连续三年带领支队参加总队反恐比武 并夺得骄人战绩 他的秘诀就是要求战士们 宁可做千疮百孔的英雄 也不要做完美的庸人 因为完美的庸人依旧是庸人 千疮百孔的英雄依旧是英雄 我的反恐队员呢 现在有包括在武警总部 参加反恐比武的时候 就全能第四 逼了二奴 现在下去已经当队长 四年间 易清平一直坚守 比武比的就是实战的训练理念 决定把官兵练成克敌制胜的反恐铁拳 以这个信念为支撑 他带出了数百名训练骨干 精武标兵和反恐特战队员 易清平曾说 我太爱基层部队的生活了 更爱朝夕相处的特战队员 特别希望我能一直这样继续自己的军旅生涯 然而事与愿违 一次人事的变动 易清平被调入武警广州指挥学院 突如其来的安排 让易清平有些措手不及 带部队的话 如果自己带的话 就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能带出一只作风过硬的 战斗力比较强的这种部队出来 但是学院这一块 始终不是直接的战斗力的生成 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个过程 它是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在培养 所以我认为 那个时候要我来院校的时候 我老认为我是想在第一线 直接去带兵 能直接产生这个战斗力的生成 角色的转变让易清平很不适应 因为在他的人生设想里 他应该是在突发事件的现场中 始终站在最潜力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武警特战队员的 英雄本色 经历了反复思考过后 易清平告诉自己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于是他暗示到武警广州指挥学院报道 在学院的所见所闻 让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毕竟培养基层指挥员 这个也算一个源头 所以从带学院当中 自己也误出了很多道理 兵也靠他们去带 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个源头 把我们培养的学员 并且成真正的继承核克指挥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我一个代别人来说 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心系大局 忠于职守 他用行动表达忠诚 身先士足 劈肝力胆 他用赤诚带出精病 特战精英 我是带兵人 中国武警 正在做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通之后的一清平静下心来 潜心研究带兵方法 并专注理论学习 使自己成为了既具备过硬的军事素质 又兼具扎实的理论素养的优秀干部 曾荣立三等功 并荣获优秀干部 优秀教育的荣誉称号 其撰写的组织重大活动 安保反恐行动 应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一文 荣获国防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以清平常说自己是个带兵的人 现在他要悉心培养学员 直到他们奔赴到各地基层部队 也成为带兵的人 那么在带兵训练时 以清平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尤其是做法养成 我管理这一块要求非常多 因为什么呢 我认为学员就是下去直接带兵的 应该具备基层优秀指挥官的 一切数字和条件 而且我们院下这一块呢 又是这个基础条件的龙头 所以说呢 我在这一块对他们的要求 包括平时的管理 一个命运卫生 一个衣服的摆放 我要求他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你们这个肉 为什么叫挡抓 先挡 后抓 你要顺势抓点 你看 你这个腿的力量要跟上 它的位置才倒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如果说你这个没得腰力 你这个位置它倒在那边去了 然后你积拳的时候 积拳跟腰一起 我们的脚 为什么字都会归了 年复一年 寒来输往 一批批学员从这里完成学业 走向部队 有一批批学员来到这里 完成从士兵到指挥员的转定 义清平自己也记不清 已经带出了多少名学员 尽职尽责 不误人子弟 是他在担任学员队领导时 坚守的原则 从2013年到今天 又一个四年 让义清平经历了很多 打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广州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眷目的霓虹灯 熙熙攘攘的人群 与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的军营生活 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面对军营中严格的纪律要求 这些思想活跃的年轻学员 能适应吗 面对军营外的各种诱惑 他们的理想与志向会发生改变吗 这是让毕清平最为担心的 然而 这种担心还是发生的 刚刚入校的一名学员 就向阅领导写报告要求退学 一时激起千层了 他叫萧欣航 刚刚入学不久便提出了退学 退学的理由是有伤病在身 这让毕清平有些措手不及 在一次训练当中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训练伤 然后伤情感觉当时比较严重 然后担心自己下去之后 就是以后再对自己部队里面的发展 首先通过我的了解观察 他不是确实有病 就是思想问题 当时是因为思想上比较有 有一点点轻微的波动 我说你先不要盲目想着退学 因为这个东西你毕竟待了四年多了 你家庭 父母亲 亲戚朋友 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你自己也不能这么盲目地 就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 我是在坚定与摇摆之间来回动摇 杨兰他妈又打电话给我了 她说我实在做不通 她强烈要求退学 她是通过针对我的特殊的情况 加以引导 然后对我的情况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最终通过了四五次的交流之后 才坚定了我继续在部队里面的一个决心 解铃还需系铃人 易清平把这句话用到了 做学员的思想工作当中去 他像一名兄长一样告诉学员们 外面世界的精彩 有时只是虚拟的精彩 还有可能是美丽的陷阱 而军旅生涯的精彩 是实实在在的每一个瞬间 是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 是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 他总是在谈笑之间把尖锐的矛盾解决 在促锐长谈中把所有的心结打开 以清平的方式 始终这样独树一致 我们队长 不管是军事训练 还是平常的 个人作风养成 在部队里作为一名 46岁的老同志 他都是以自己的行为 来树立榜样 来树立典型 以身率先 他这样的行为 能够使我们所有的学员幸福 毕业之前我想对队长说 队长其实你是一个乐观的 豁达的 很大气的人 因为在出入广址的时候 我深受训练伤的一个困扰 我一直走不出这个阴影 那一队长每天对我关怀 对我关心 他给我制定了科学的计划 让我从阴影中 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来 我记得队长这样对我说过一句话 作为一个军人 军里路漫漫 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要用大气 扩达 微笑 去面对每一天 每一个阳光 每一个太阳 当时我才进校的时候 模拟考核 13个项目 我有四个不合格 然后有两个是刚刚合格 就是如果是毕业的话 就有点困难 然后那个时候队长 他脚上跟腱 就是受伤拉伤 但是他因为看到我 这样的情况 他什么也没说 直接就是 每天早上提前起床 跟我一起起床 然后我们一起搞训练 我觉得这个一心平中之 在这个面对改革 这场大好面前 这个心旁骛 名声俱力呢 抓好这个培养这个基层 和合指红员的工作 这即使啊 这个建行 习主席 强军 兴军 重大战略思想的 具体行动 也是我们武警广州指挥区 落实武警部的党委 在全部队开展的 提振经济神 具体庸大考 这个教育活动的成果展示 那一心平中呢 在面对这个改革 这场大考面前啊 应该说他是这个 率先成算 这个上谋打仗 感恩担当 在改革这场大考面前 应该说他交出了一份 出色打卷 而且呢 他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在全部队 都值得学习和提倡 又是一年毕业季 每年的这一时刻 对于易清平和毕业的学员来说 都是既充满期待 又不禁伤感的一天 他们期待着 虚有所成之后的大展身手 也伤感着 寒泪告别之后的 后会有期 此时此刻 大家马上就要离开 武警广州指挥医院 我希望大家 当你们奔赴 下一个新的岗位以后 能听到你们的再次辉煌 能随时听到你们的捷报全然 伊清平说 每年在送毕业学员离校时 都会下起大雨 这不是巧合 而是天意 是上天在书写军人之间特有的情怀 学员毕业后 就是部队基层一线代表人 所以他们培养质量的好坏 对部队建设至关重要 因此 把他们培养成为实战需要 部队所需的基层合格指挥员 也是我应尽的职责 一场奇葩规则的比赛 两支永不严败的队伍 把我们的体系投入给他 你不知道后面他要是什么 永好没有 妈妈给 赛场上斗智斗勇 我怎么敢的 赛场下千里无尽 我特别期待这种比赛 你很纠结 我愿意 救救救 我好比赛 阿姨特别节目 非常比赛 中国武警 下期都会